独暴僵尸的成长史 由于独暴僵尸是个早场 所以从小就体弱多病 战斗力更是不及正常人的三分之一 以至每次与植物对决的时候 拜下阵来的总是独暴僵尸 独暴僵尸虽然先天不足 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 为了变得更强壮 独暴僵尸每天都会吃下很多蔬菜 增强自己的体能 然后开始跑步 每次一跑就是几公里 就这样长辞以往 独暴僵尸的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了 等到再次与植物对决的时候 独暴僵尸的抗打击能力 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面对双发射手的不断攻击 独暴僵尸依旧向前走去 最终以惊人的实力 将双发射手给打败了 十年之后 独暴僵尸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爱学习的独暴僵尸 由于高度近视不得已戴上了眼镜 保读诗书的独暴僵尸 也从报纸中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 现在的他 能一个人单挑好几个植物 且不落下风 狂暴状态下的独暴僵尸 各项指标都会暴增几倍 内心没有丝毫的恐惧感 当看到别人被欺负的时候 独暴僵尸还会上前去帮忙 也算得上是个正义之事 这就叫做路见不凭拔刀相助 只见独暴僵尸一口一口 疯狂向前冲了过去 没两下 两个恶霸都被独暴僵尸收拾掉了 谢谢你 独暴僵尸 帮助我们消灭了这两个恶霸 没事 不用谢我 举手之劳而已 就这样 独暴僵尸又开始了他的修行之路 在这期间他打败了机枪射手 几斤生死 消灭了草原霸主堡垒机器人 这个穿着花短裤的男人 转眼间就三十岁了 独暴僵尸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大而变过 反而更强了 这就叫做老当义壮 当仁不让 由于出色的表现 独暴僵尸在僵尸界声望非常高 与橄榄球僵尸 铁桶僵尸并列 被称之为大爷 二爷 三爷 之后独暴僵尸为了变得更强 来到了玉米加农炮这里历练 通过玉米炮的轰炸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老年时期的独暴僵尸 把报纸换成了长矛 在之后的大战中 独暴僵尸独自一人 先后击败了三爷 大爷 开启了他一生之中最巅峰的时刻 最终独暴僵尸活了110周岁 就此辉煌的一生落下了帷幕